首相纳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 今年打破传统 没有在开斋节第一天开放门户 邀请民众一起欢庆佳节 而是延迟到来临的星期天才开放门户 预料到时候将会有5万到7万人前往 那首相伊斯迈将在后天 也就是星期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在布城首相关底 举行开斋节门户开放 关底综合大楼外将会搭建20个帐篷 让排队等候进入关底 享受美食的民众有个歇息的地方 首相署常务秘书穆罕默沙比利说 活动现场将会有200名 来自卫生部、皇家警察、民房部队的官员助手 确保到访的人都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他鼓励民众戴口罩出席 用餐后让出座位给其他人享用美食 首相将会在活动结束前和民众见面 大家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拍照 那么想要出席活动的话 你可以使用布城的免费巴士服务 巴士服务从早上9点开始 每20分钟走一趟 从布城中环、端谷米站 在那阿比丁、清真寺和布城清真寺 三个车站出发 四个车站出发 四个车站出发 五个车站出发